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瘋狂女孩喬醫師的 不負責任開箱報導 已經好久沒有開箱了 因為這些日子在忙工作上面的事情 就比較沒有在 就是 閒暇至於錄製這個影片了 那今天要特別來的是 因為我就是要開箱一個 我在疫情前就多年前 我就已經開箱過的一個包包了 然後我這次因為逛街 不小心又逛到了 所以說就特地又再買了一個回來 然後呢 這個呢其實大家 現在應該都很熟了 因為經過很多時尚雜誌上面的宣傳介紹 它就是英國皇室王妃最喜愛用的一個 在英國來說算是一個 平家的包包 平家?不知道 見仁見智看自己 自己決定 那我今天呢就是因為 台灣有些經銷商已經有 拿一些貨回來在台灣買了 然後我那天又不小心又看到了 忍不住 我又買了一個 嗯 好 然後我現在看 它跟 在疫情前買的時候 包裝是一模一樣 就是也是很 很精緻的 我今天早上在公司的時候已經打開檢查過一下 嗯 它就一樣 一樣是一個很 很好 我覺得算是很OK的包包裝 然後送貨的速度一樣很快 這樣子 然後 一個外帶 一袋 裡面呢 還有一個方程包包 接下來就要來秀我的包 我這次買了一個 秀 秀方包 有沒有很漂亮 其實我這次買包呢 其實 有一點點驚訝 是因為其實我不太喜歡 有 就是 嗯 不太喜歡有 這種 動物皮紋的感覺 比如說像蛇皮啊 鱷魚皮的那種 或是駝鳥皮 反正 anyway 只要是長得像的我都不太喜歡 但是 因為我也知道現在有很多包包 它為了要展現它的真皮的 真皮的一些不一樣的特色感 它們會採用鴨紋 也就是說像這個是牛皮 但是它壓了一個鱷魚皮的紋路上去 其實現在還蠻多包包都會做這樣的設計的 那 只是因為我不喜歡 就是有這種動物的 那種還蠻怕爬蟲類的 可是不知道可能隨著年紀的增長 已經到了就是有不一樣的心境 這次呢 竟然會覺得說 哇 我覺得這個皮毛還蠻好看的 對 可是也有一點也有可能是因為它的壓紋 比較不會那麼的真實 就是比較不會像寵物一樣 我不會想到它是鱷魚之類的東西 我自己給自己的想法 然後呢 依舊它閃亮亮的LOGO 還有它的這個 鋼條 它的基本的金臉的設計 將 不說了 就直接看了 你知道我負責任通常都沒什麼介紹 這是 一樣就是很精緻的材質 它的牛肉不是我覺得也蠻OK的 然後裡面的內裡大概就只有這樣 然後給你一個小夾橙 然後還有拉麵 其實那時候就 拉麵裡面還有一張寫寫卡 製作卡 產品 產品書 還沒有書 其實那時候在買這個size的時候啊 我就 他們都說什麼 啊這很適合上班用啊 然後我心裡想說 其實我沒有要背它去上班 我是打算背它出國的 所以 我就覺得 哇 欸這個size又剛好很適合我 我為什麼挑今天路呢 所以很巧 我早上去上班的時候 難得穿的比較 穿西裝外套 我就突然間覺得 欸這個包跟今天的造型很搭 所以我就想說 哇 回到家現在已經凌晨一兩點了 我還是想說 趕快把它錄製完一下 給大家看看 秀一下我的新包衣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 他們就是 這幾年來 還是依舊很厲害 在皮革上面我覺得 嗯 皮革上面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 以我的標準來講說 我覺得它 不一定是 最好的 但是我覺得 以性價比來說 它的價格 再加上它的設計 跟我看到的這個皮革材質 我覺得是很OK的 其實已經不再像 以前一樣就是說 會 要求 就是 要 我覺得有時候紋路就是 看起來 會 會 會讓人覺得舒服 我覺得最重要 然後我覺得 而且那個包還有一個 我一直覺得它有一個 視覺效果 就是 會讓人 覺得它很大 可是實際上 我覺得它還好 沒有想像中很大 我那時候 記得我第一 在專櫃看到它的時候 它 它 讓我覺得 哇這個包太大了 我沒有辦法背 後來現在背起來 我發現 我 諾菲是我太胖 啊 這邊都在想 拜 講到一件事情 有得比較 2023年Q式第四季的 新規格的 就是 新size 我也買了一卡 其實我覺得 然後 我覺得這個 有點像 就是比較像 馬鞍包一樣 然後這個size 比較小一點 其實這樣就可以 看得見了 這個是我 打算要買來送人的 我想要送我的 送我的 送我的弟媳 但是 因為 目前的狀況是 是我先把它放在我的 網拍上面做販售了 因為我 好不容易搶到這一個的 我覺得它還蠻好看 而且是一個現貨 我覺得它的 大小size 是很適合現在 年輕妹妹們 他們背的 出去玩 放一個短夾 中夾 然後也是一個簡單 裡面也是很簡單的設計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喜歡夾乘 我是因為不喜歡夾乘的人 所以我就會有這個爆款 我覺得 這個大小還蠻適合的 我覺得就是 欸 這樣背也很好看 出去玩的時候也很好看 這樣子背就是其實也 蠻小的 然後這個咖啡色也很好看 嗯 好啦 今天就 不負責任接收到這裡 主要是要介紹這個 鴨牛紋 我是 也不是壓牛 就是牛皮上面的 鱷鱷鱷毛 我覺得還蠻好看 我個人是真的挺喜歡的 我覺得 這個size也挺先好 然後這一款還有一個 背法 他們說可以 把 前輩帶 變短 整個公室包這樣子 但基本上如果你不這樣 那我拿 我可能就是會 攻擊 一路人吧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今天不負責任的 胎香文就是這樣子 OAS 永遠就是 胎香文永遠就是這樣 自己用眼睛看 如果喜歡 記得去買 我覺得這個包 其實我已經在看到很多人 有一些人已經有在領了 所以為什麼我買這個鴨尾 也是有一個原因 就是 我不想更加黑 好看 好啦 那今天不 乔醫師的不負責任介紹 就到這裡結束 已經很晚了 我頭已經暈暈了 一直在repeat同樣的話 因為腦已經沒有辦法清醒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下次我想要去買一個包 希望我能夠順利買到 如果能夠買到 我就要宣布退出精品包包戒 再也不亂花錢了 期待期待期待一下 希望老天爺能夠讓我今年生日買到 掰掰下次見